地藏菩萨本宴经 我们先念一段经文 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 高声转读此经一遍 佛起病人可爱之物 佛衣服宝贝 庄严舌载 对病人前高声畅言 我摩甲等 为是病人对金像前舌之物 等物 佛供养金像 佛造佛菩萨形象 佛造踏实 佛染油灯 佛师常住 如是三百病人 潜令闻之 假令诸事分散 自弃尽者乃至一日 两日 三日 四日 自七日以来 但高声 白 高声读经 世人命中之后 缩阳重罪 自已五五间罪 永得解脱 所受深处 常知宿命 何况善男子 善女人 自书此经 佛教人书 佛智色 化菩萨形象 乃至教人色化 所受果报 必佛大力 我们经文读到这里 这个就是 接着这个我们 昨天所谈到的 也就是 有人这个 病得很重啊 或者这个夜梦不祥啊 那么 他的家人啊 必须要这样子做 或者是他本人啊 能够做的话 本人做 不能做的话 由他本身的家人来带坐 是要对着这个 所有的活菩萨向前呢 高声转 读此经一遍 也就是念这个 地藏菩萨本宴经啊 用很高的声音啊 在佛菩萨向前这样子念一遍 佛起病人可爱之物 这个病的人啊 他本身很喜欢的东西 起病人很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衣服啦 宝贝啊 庄严啊 舌宰 这个庄严舌宰啊 像庄呢 就是彩虹山庄 也是山庄啊 盐啊 就是很好的 你自己本身的原地 那么房子啊 土地啊 这个宝贝 可爱之物 这个都是你 自己最喜欢的 对病人前 高声唱言 跟病人讲啊 这个是要跟病人讲 就是说 也就是对着经啊 对着地藏菩萨本宴经 跟地藏相的前面啊 舍诸等物 把这些东西啊 舍掉 舍掉啊 可以讲好像是变卖掉 那么变卖掉做什么用呢 是要供养经相 这些东西啊 是要来供养经相的 就是说 印经造相 或者 造佛菩萨的形象呢 或者建塔 建塔 建世 或者染油灯 点这个光明灯 啊 或私常住 供养出家人 供养出家人 如是三百病人 这样子告诉病人 这样子告诉病人三次 告诉病人三次 这个病人马上就会好 因为他会紧张的跳起来 这是开玩笑的啦 开玩笑的 不是说紧张的跳起来 可能他一听的话 就一闷就完蛋了 气就憋住 他就完蛋 这是潜令闻之啊 这个意思是这样子讲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病人虽然他的四神啊 分散 他人不能走动吗 病很重吗 他这个人本身有所谓的八四九四 就是在密教里面谈到九四啊 那么一般的这个啊 佛经都谈到八四啊 八四田 我们讲说这个心啊 像一个田一样 有八种这个四在里面 眼耳鼻舌生意 就是六四啊 其中还有意识啊 最深意识啊 这个安彭罗识 对不对 这个很多识的一共有八识 这个都分散了 那么至少还有一两个识在 这个时候他还可以听得到的 虽然他病很重啊 但是他的四天还是清楚 还可以听得到 这个时候呢 就算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乃至七日以来啊 每一次的都要念诵这个地藏经 念诵地藏经 这个人啊本身命中以后啊 他的命 病人的病中以后 就算有很多说事的很多的灾殃啊 还有很多的重罪啊 甚至五五间罪 都会得到解脱 也会消除掉 啊 这个功德很大啊 连五五间罪都会消除 那么将来在转世呢 他知道宿命的事情 就是知道前世的事情 假如有人啊 这个 自己本身写这个地藏经 或教别人写 自己去雕刻 活菩萨形象 乃是教人雕刻 所得到的这个果报 都会得到很大的利益 都是得到很大利益 在这一段里面是释迦摩尼佛 对普广菩萨讲的这样子 一般来讲起来啊 大家看起来很简单 看起来都很简单 事实上 做起来蛮困难 我刚才的意思是讲做很困难 这个 有这个 一个富翁啊 很有钱的人啊 那么他下飞机啊 他坐这个飞机 下飞机的时候突然间啊 中风 中风了以后 他就被抬到医院里面去 抬到医院 抬到医院以后呢 他大家赶快啊 给他救啊 急诊啊 给他应急诊给他救 他醒过来第一句话 没有问什么 他第一句话他就问了 蛤 这个医药会有多少 这里医药会多少 他说你不用紧张嘛 先把病治好 没有 我关心啊 这医药会有多少 我们换一间比较便宜的 他还是这个样子 人的命都快没有了 他还是在 在这个好像重视他自己的钱财 所以真的讲 以前有 钱如命 钱如命啊 钱就跟他生命 甚至于他生命都可以不要 就钱还是要的 要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呢 就在一个计划 舍诸等物的当中的一个字 就是舍 这个舍 很难的 舍很难的 你要舍 所谓可爱之物啊 是病人最喜欢的东西 都要舍 这个很难的 每一个人都有喜欢的东西 像他们一般的 有些人是夫妻在打架 夫妻吵架 吵架 那么先生啊 他的习惯是摔东西 拿到杯子 摔了 吵一吵 桌子翻了 什么东西啊 玩啊 打起来 就摔了 有一次他气得要死 这个不变这个什么东西啊 把一个东西拿起来要摔 老婆在旁边 那是古董啊 你最喜欢的 蛤?古董 赶快放下 这个不能摔 那是你最喜欢的古董 他想 哇 真的是古董啊 赶快轻轻放下 这个不能摔啊 要摔东西 要挑选东西的 不是随便乱摔的 这可爱之物啊 是很难舍的 可爱之物是很难舍 所以你必这个舍字啊 慈悲喜舍 这个舍字 是蛮难的 蛮难的 当然有些人是真的舍 不过是舍他的 不要的东西可以舍 他不喜欢的啦 他这个差不多啦 这个不太喜欢 把他舍掉了 真正你喜欢的东西能舍 这个才是超越 这种才是超越 这个才是尊贵的 才是尊贵的 才能够已经胜过你自己的心了嘛 另外呢 他还讲说舍庄严 庄严舍窄 这个更难 你房子 供养给佛菩萨 这个给佛菩萨用啦 给长住去用 这个房子 House给长住去用 这个房子卖了 去印地藏金 我刚才不是讲了嘛 那个你的家人啊 对着那个病人讲 我把你房子卖了 去印地藏金 他马上这儿 死掉 哈哈 他马上死了 为什么 佛佛被你们这些 笑子气死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孝顺的儿子 既然把我房卖了 去印地藏金 那我不是活活气死啊 真的他会 他马上就死掉了 因为他气死了 哈哈哈哈 有些呢 那个他马上就 噗 站起来 因为他本来是站不起来 哈哈哈哈 站不起来 给他刺激啊 是强心剂啊 给他打一个强心剂 很重 很重 哈 你把我这个租的房子 卖了去印经典 哈哈哈哈 他们阿姨一气之下 马上病就好了 哇 真是好用 庄严舍仔 能舍吗 天下有几人 天下有几个 天下有几个 好 问大家 天下有几人 你说吧 啊 啊 这个哪钱 哪钱 哪钱出来 你有钱的啊 其实 很多人还是很有钱的啦 很多的这个施主啊 很多的这个佛弟子 真佛中弟子 还是有很有钱的 你叫他说 哎 把一笔钱拿出来 啊 盖这个 雷藏寺 去盖雷藏寺 那么你自己 就是由别人来管 别人来 来管这个雷藏寺 你自己什么都不管啊 财政也不管啊 这个人事也不管啊 行政 你也不是董事长 也不是什么 反正这个 就是雷藏寺啦 给大家用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是少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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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 有几个傻瓜蛋啊 师尊就是傻瓜蛋 你买啦 你当然用不着了 你不会用到的 你不可能去那里住的 你也不能 不可能说啊 你去那里啊 这个我去管 去管这个雷藏寺 不用你管 弟子管得好好 但是你必须要有那种舍的心啊 你这个钱啊 几百万拿出来盖个雷藏寺 啊 买个雷藏寺 给弟子来用 你便没有计较这个利息收入啊 便不计较 便不去打算盘 打电脑 打这个计算机去计算 你这个钱本身放银行 可以收多少 你可以拿去做生意 可以应用多少 但师尊不是的 这个钱拿出来 一买雷藏寺 就是给弟子用的 也从来不管 希望这个我们有些施主啊 这个有钱的施主 他也能够这样子做 买了雷藏寺给大家来用 给大家来修行 这个就是有功德嘛 你能够舍了这个舍宅吗 一般来讲起来是有些啊 当然是也有这样子善心人士 但是比较少 讲起来是比较少一点 讲起来是比较少一点 他大部分他当然也会热肩啊 很有钱的人 好 热肩 五百块美金就很多了 一千块美金很多了 你叫他拿出 一百万美金 他就有这个脸啊 就有蓝色 很困难 其实那一百万他这一生当中他吃得到吗 不一定吃得到的 不一定吃得到那一百万 不一定吃得到 但是他也舍不得了 他也很难拿得出来的 有些人的舍啊 是为了一个名 为了一个名啊 这个颁发证书 你拿多少钱出来 一百万 好一百万穿的衣服不同 颜色不同 然后给你一张证书 常务懂事 常务懂事 你是常务懂事 你是名义懂事啊 你是什么事 他回去啊 就把他挂在客厅 哇 用最漂亮的镜框给他挂起来 他就是要这个名 那么将来这个 这个组织呢 邀请你去啊 你坐的位置不同啊 你是名义懂事啊 你是常务懂事啊 你坐的位置不一样啊 看坐在那里 高高的就看那些低下 你们 你看 都出的比我少 我啊 功德最大 他是要这个功德 不应该的 不应该有这种心的 这个是有相布施 有相 有相 有相布施就是这样子的 我希望得到某一种 所以我才去布施 这个是有相布施 所谓无相布施啊 是右手做的善事啊 左手不知道 这是无相布施 做了马上忘了 做了就忘了 有这回事吗 我不晓得 我忘了 这个是真正的布施 真正的舍 他本身做了 就没有了 他不存在他的心中 所以这个很难呢 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讲啊 这个 这供养啊 做这些是要什么 供养精相 师尊经常跟人家讲啊 你要 要读 念高王经 念一千遍 要念真佛经 念一千遍 这个也是供养经 那么严重一点的这些病人 我就叫他跟他讲 你去印经 印经 印高王经 印地藏经 印弥陀经 印这个毅力宝钞 这个都是好的 都是欠善的 都是欠善的 这个有很深意义的 这个可以度亡的 那么地藏印这个 这个地藏菩萨本宴经的功德很大 我就叫他们 确实是病很重的 我就叫他 你要去跟佛菩萨面前 印经 去发愿去印经点 这是供养精相 那么造精生 装精生来供养 这个释迦牟尼佛曾经对这个 在地藏经里面讲 你造这个地藏菩萨的形象来供养 功德很大的 或者是造他 你建他 建他就是等于建世一样 按照我们这个佛陀讲的 释迦牟尼佛讲 有他的地方就有佛 因为他 所谓以前的他 一般是蛇利塔 有佛 释迦牟尼佛本身的遗物在 就建他起来供养 就等于他就代表着佛 佛涅槃以后呢 他他本身就代表佛 像这个我讲过 在这个有佛塔 释迦牟尼佛这个佛陀佛 剃度的时候留下来的佛陀 建起来就叫佛塔 有建塔 释迦牟尼佛以前呢 在年轻的时候啊 在射箭比赛啊 他经常用的这个建 那么留下来的就建为一个建塔 建塔 释迦牟尼佛以前呢 去化圆了那个破 那个婆 那个波 老师把这个字念错 为什么呢 我记忆里面呢 老师说这个 圆门托波 那个是波啊 这个波啊 也可以建一个塔的 因为他是佛陀用过的 就代表佛的 还有那个蛇粒子塔 释迦牟尼佛 他研吉以后啊 烧起来这些蛇粒子 也可以把它建成一个塔 那么这个建塔 造塔 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里 是 就是坛成 就是坛成 供养 你建那个雷杖士 在世界各地建雷杖士 而不是说 有些人是这样子的 我要建雷杖士 哇 实际一看这个发心啊 很好 发菩提心 好伟大啊 花菩提心 他要在那里盖雷杖士 那第二句话讲 他要所有的人通通啊 这个去募款 来建这个雷杖士 这不是你的功德了吗 要所有的人出钱啊 来建你的雷杖士 这就不对了 应该你自己本身啊 去努力 来盖这个雷杖士 或者用你自己的钱来盖 而不是去募所有众生的款来盖 当然啊 你有一点不够的话 你可以去募 但是功德还是众生 假如你自己肯舍自己的这个庄严舍仔 肯舍的话 你能够舍的话 那是你自己的功德 或者你去啊 出一个名 我要盖雷杖士 然后叫所有的人出钱 一般呢 我们这个真佛中弟子 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我要盖雷杖士 那你能不能来出钱 这个我也会啊 我说我要盖雷杖士 你们大家来出钱好 那谁的功德 当然是大家的功德 不是你的功德 所以这个发心不同啊 能够舍自己的 才是真正的功德 才是真正的功德 或者点这个油灯 以前在这个 啊佛陀时代啊 当然是点油灯啊 那么现在呢 可以点日光灯 啊 可以点这个灯 释迦摩利佛时代呢 没有电嘛 哪有电呢 那么既然没有电 当然没有电灯啊 那么现在不同啊 现在有光明 你点个这个光明灯 啊 点个长寿灯 啊 点个日光灯 啊 点个这个灯都可以的 这个就是染油灯 诗长柱 这个李所讲的长柱啊 是指圣贤真 啊 圣贤真 这个圣贤真啊 是这样子的 他维系佛法的这个生命 传承 因为出家人本身来讲 他在这个啊 承接着斯加摩尼佛本身 红法的使命 他维系如来的这个红法的命脉 啊 不断 所以你供养常柱 就等于在供养佛陀是一样的 供养常柱就等于是在供养佛陀是一样的 因为因为有了他弘扬佛法 才使如来的圣教不至于灭亡 所以这一点呢 是要施常柱 就是供养常柱的意思 他这里讲啊 要三百病人 就是这样子三次跟病人讲 因为有这样子的功德啊 这病人的这个业障啊 就会消除的 病人的业障就会消除 就是他的神势虽然分散了 但是他还可以知道 这个七次 就七天啊 每一天都这样子讲 让他在他的八四田里面呢 知道他有做这样子的事 知道这个 让病人知道有 这个他的后人呢 有帮他做这样子的事 那么他命运中呢 以后啊 就算死了 所有的重罪啊 五五五间罪 全部通通消除 全部通通消除 有得到解脱 以后受生呢 就会到更好的地方 能够知道 他自己本身的宿命 宿命就是前世的一些事情 能够记得住 能够知道呢 你假如啊 自己写经 或叫别人写 自己写经 或叫别人写 自己画地藏菩萨的形象 乃是叫人去画地藏菩萨的形象 这个果报啊 都是非常好的 都有很大的利益 在密教里面有画曼多罗 画曼多罗 怎么画曼多罗 大家知道的 曼多罗 曼多罗 就是可以讲是佛菩萨的形象 只是密教的曼多罗 跟一般的啊 这个色相 不是一样 但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它的意义是一样的 密教里面 叫人家画曼多罗 也一样有功德 照曼多罗 也一样有功德 写经 叫人写 画像 叫人画 都有很大的利益 今天就讲到这里 オマネペミホム